好来看到在台东知名组部按摩室 吴神父遭到有心人诈骗 这是一名有诈骗前科的朱姓男子 他声称呢自己罹患了脑瘤 不久人世 所以要捐八千万元给教会 但是这名朱姓男子在开了假支票之后呢 就跟吴神父说 因为他捐了钱没有办法看病 所以希望神父先借他五万块钱 就这样吴神父被骗走了十万元陷阱 八连门诺医院的后诊室 画面左边的朱姓男子为了骗钱 竟然装病装穷 找上台东知名外籍神父吴若石 用假支票诈骗神父骗取现金 却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警方盯上 现金有十万元 昨天是要八万元 因为我们事实的到现场 做到快适合心地是好的 不会诈骗 九月中旬朱姓男子主动找上吴若石神父 声称自己罹患脑瘤 将不久于人世 所以他要把卖土地所赚到的八千万元 全数捐给教会 还当场开了一张五千万的支票 只不过朱姓男子却和神父说 捐了钱就没有办法看病 希望能先借五万块钱 住院治疗脑瘤 神父不宜有他 前前后后给了十多万元 因为对神父来讲 他是一个确实是很严重的病人 直到现在吴神父还是很相信这名男子 天天帮他祈祷 当男子第三次开口借钱时 神父的朋友惊觉不对劲 拿着支票一查才发现 这根本是不能兑现的拔拉票 瑞士籍的吴若石神父 三十年前将脚底按摩这项医疗引进台湾 不只在台东经营按摩馆 还曾经出版保养组部的健康书籍 在台东是人人敬佩的神职人员 只不过无私的奉献 却碰上有幸人诈骗 专门新闻 廖卫领许 陆林敏珍 花脸台东采访报道